安静把小白白叫走 不然他要被打的 兄妹俩在下村 只找到一点野草野菜 于是兄妹俩就一路往上村的方向找 只是没想到 两人走着走着 就遇到刘喜儿了 刘喜儿正拿着一条树枝在那玩 看见周孝光带着痘痘 马上提着树枝上前 你们来这儿干嘛 我们爱去哪儿去哪儿 关你什么事 什么不关我的事 就关我的事 他是扫把星 你不知道啊 不能让他来我们这边 赶紧走 就不走 你还能把我们怎么样 我们就不走 嘿 不走是吧 信不信我打你们 你打一个试试 看我会不会揍你 刘喜儿没想到周孝光这么护自己妹妹 在想想自家哥哥 根本就是把他当成小丫鬟使馆 那种对比后的线连背景 让他气不打一处来 看我不打你们 他直接提起树枝 朝着周孝光兄妹的方向抽来 可就在他拿着树枝要打他们的时候 逗逗怀里的小白白 也在瞬间反应过来 朝着刘喜儿的手直接窜了步 刘喜儿吃痛 手上的树枝直接都被扔了 而他还没看清楚是被什么咬了一口 咬他的小白白就瞬间跳走了 留下刘喜儿一脸赤痛 看着自己的手 我要告诉我妈 你们欺负我 谁欺负你了 我们都没靠近你呢 对呀 没欺负你 扫把星 是你 是你手里的小东西 咬的我 什么小东西啊 我妹妹手里什么都没有啊 不信你自己看 对呀 没有啊 刘喜儿哪里受过这样的气 一只手指着她们一只手擦着流了一脸的眼泪 你们 你们欺负我 我要告诉我妈 刘喜儿哭得很小 直接往家里的方向跑去 周孝光生怕等下被散账 连忙过去拉着豆豆 走 咱们快回家 小白白 豆豆看了眼在边边上的小白白 只见小白白乖巧地跳到她手上 小白白 你咬人了 小白白 咬人是不对的 虽然那个姐姐很讨厌 但是万一咬伤了 有什么事情 会连累爸爸妈妈和哥哥他们的 好像听懂了主人的意思 小白白叫了两声 仿佛在回音 在刘喜儿回家告状的时候 周孝光已经带着妹妹回家了 把院门关上 又看了看身后有没有人跟过来 哥哥 有人来吗 没有 他们应该不敢来了 而刘喜儿家 她妈妈正在因为宝贝儿子偷钱去买东西吃而发 又看到小女儿哭着跑回来 就气不打一处来 哭哭哭 一天天的就知道哭 你不知道我正烦着的吗 刘喜儿想让妈妈出头 而伸着的手 是放下来也不是 抬着也不是 哭哭哭 你哭个屁 张口就是妈 闭口就是妈 不是吃就是闹 看我不打你 看我不打你 此时 在门口路过的妇女主任 听到院内的动静 连忙进来询问 梅花 怎么又打孩子啊 孩子可不能打 我没打 就是孩子不听话 我说两句 她自己哭得跟鬼似的 妇女主任当然不信她说的话 看着刘喜儿那满脸的眼泪 站在角落瑟瑟发抖 有些不忍 梅花 不是我说你啊 生男生女都一样 你是在没必要拿一个孩子出气啊 他们还那么小 会有阴影的 哼 孩子我自己生的 她欠我的 我打骂也是应该的 妇女主任知道梅花 这是没打自己的话听进去 顿时脸色就不好了 反正打孩子这事情 你可绝对不能继续了 你要是再打 到时候评选先进社员的事情 你家可没着落了 哎 别啊 我不打就是了 我不打就是了 这不是孩子闹腾 才气到我了吗 不过 父女主任今天过来 也是给她带来的好消息 梅花听完 倒是看角落的闺女都顺眼多了 等父女主任走后 梅花倒没在打孩子 也就刚才气得很 大的打不了就拿小的出气 你刚才说 什么事 你让谁给欺负了 我 我让扫把心怀里的小东西给咬了 哼 又是那个扫把心 连我闺女也敢欺负 走 妈带你讨公道去 梅花带着刘喜儿过来的时候 周东夫妇和几个上学的孩子都回来了 周东夫妇在门口忙着 几个孩子在院子里看兔子 正讨论的有劲 豆豆 你最喜欢哪只兔子呀 都喜欢 你只能选一只哦 你看看喜欢哪个 哥哥他们也选一只 这个 这个 豆豆喜欢白色的 这个也好看 拿豆豆是要灰色吗 被三哥哥问的 豆豆也懵了 因为他觉得都好看 先让豆豆慢慢看 他选好了 咱们再选 那行 等豆豆看几天 喜欢哪只就挑哪只 正说着 外头突然有人扯着嗓子 正是来讨公道的梅花 豆豆呢 你家豆豆呢 里头的周孝光听到梅花的声音 连忙拉住妹妹的手 豆豆 外面是刘喜儿的妈妈 她肯定是来找小白白的 快 让小白白藏起来 豆豆紧张地看着哥哥 在哥哥的催促下 连忙拍拍身旁的小白白 小白白 你快去藏起来 她可不希望因为流血了的事情 让小白白被那个坏婶婶欺负了 而小白白却不肯走 还用身上的毛发蹭着豆 赶紧把小白白叫走 不然他要被打的 于是 害怕小白白被打了豆豆 赶紧把小白白抱了起来 王屋里走旋 给修复了 全ividad 之后